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第一案 致命约会 初中生猫小咪在周末晚上外出约会 一夜没有回家 由于晚上下了大雪 第二天早晨气温降到了零下五度 不幸的是猫小咪的尸体 被人从厚厚的积雪里挖了出来 老司机探长前来调查 兔妈妈哭得死去活来 待她情绪较为稳定后对探长说 昨天下午五点半左右 有一个男子打电话来 自称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约她六点半在楼下见面 女儿回来后 我狠狠地骂了她一顿 告诉她不应该早恋 但她正处在叛逆期 换上衣服之后摔门而去 探长在猫小咪的房间里 找到一本电话簿 上面写着狗儿哈的名字 探长来到她家 狗儿哈说 昨晚我邀请她参加我的生日聚会 大约九点 我的九点是发生了短路 然后停电了 聚会也就散了 今天早上才刚刚来电 她可能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坏人吧 看到狗儿哈如此冷漠的态度 老司机探长气不大一处来 她仔细观察了一下客厅 瞬间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并逮捕了狗儿哈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五秒后揭晓 狗儿哈在说谎 因为鱼缸里的热带鱼还在游动 在寒冷的夜里停电 鱼缸里的水会变得冰冷 热带鱼是必死无疑的 第二案 雨中女郎 老司机侦探的收藏之路还在继续 这一次她得到了一幅诡异的名画 雨中女郎 她刚买来就被朋友朱芙蓉借去观赏 几天后朋友神情紧张 双眼通红地把画还了回来 她甚至不敢去碰那幅画 一直让自己的女仆囊着 朱芙蓉惊恐万壮地对探长聊述说 画挂在卧室 当天晚上熄灯后 她正要入睡 却借着月光看到一个四隐四线的神秘人影在动 只见这个神秘人一会儿坐到她床前 一会儿又站在衣柜旁 过了不久 这幅画又被朋友兔大宝借去 半个月后 兔大宝脸色惨白 双目无神哀求探长 赶紧把这幅画烧掉 她说 太可怕了 我第一次看 画中女郎闭着眼 再看 画中女郎睁着只有眼白的双眼 第三次看 我看到了上饭着的白色眼珠 老司机探长不信邪 盯着这幅画看了好久 她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气味 很香 让人心情愉悦 欲把不能 果然 她也在晚上出现了可怕的幻觉幻听 这幅画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答案 下期揭晓 上期答案 注意观察手印 上面的是左手 下面的是右手 这样握球棒的人肯定是左匹子 所以凶手是老毛 咱们以后 在握球里面的资格 等会讨计就是